这是我们MIT台湾志15周年特别企划圣能县 期盼所有队员一路平安 为台湾留下最美丽的影像记录 谢谢大家 这是海拔3100公尺圣能县一座山屋里的留言本 山友超有才 留言本上图文并茂 内容精彩 其中最具齐趣的几则 竟是我们的布农向导之前行走圣能时留下的 会图行文都出人意表 要不是本人解读 常人难以理解其傲益 真正妙不可言 从这栋紧挨着世纪奇风蛮冷的山屋出发 大家都被大坝神圣的气场影响 平常最有老板派头和明星气质的向导 竟然自愿在摄影师身旁跟前跟后 从扛脚架拿麦克风的摄影柱里做起 还一副慈眉善目诚恳谦逊的模样 让人嘖嘖称奇 只能说大小坝威力无远福建 我们在一处奇言裸露 视野辽阔之处 回望大小坝双耳月 见山友奋力攀爬险峻的小坝风顶 更觉得山友山的伟大 人有人的意志 都是这片风景里不能缺少的元素 向导乌玛斯在这里献上歌舞 以萨爽英姿 祈愿阴阳展翅便利群山 圣龙县也将进入丰美延期的新阶段 前面中 路况怎么样 我再找一下 好 因为我看他们的脚印有下来 中山大哥他们的脚印是吧 对 上面一点 还是前过去 因为现在晚上 从山岔路之后 走的人就不像在大坝群峰这么密集 所以路基会比之前的还要不明显 所以摸黑有的时候需要找点路 路两旁都是刺不好抓 想抓也不太敢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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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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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干西钩一路干到下面 都像石头 因为有下过雨 它的那个石头会松软 我也不知道 自己小心一点 好 离营地要多远 快来了 一个小时内 一个小时内 OK OK 加油 络开络开 络开 络开络开 倒了个压壁 有 下树溪谷 最近天气还算干燥 所以没有水 有好雨的话 就会湿滑不好走 这个下雨的话 舒服的 快滑 对 快快到了 脚痛了 脚痛就是快到了 没有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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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有人变魔术 耍特技 表演完都会加上一句 叔叔有练过 小朋友不要学 MIT台湾制摸黑经验丰富 但只要一摸黑 我们还是觉得万分愧疚 做了不好的示范 就算练过 登山摸黑 还是应该避免 只能说 无论是自然美景 还是行程中的山屋设施 都不是为了我们这种拍摄团队规划的 该在白天登顶的小坝 该在黄昏进驻的霸南山屋 我们怎么都对不上行程 何况小坝封顶 云霞变幻 霸南山屋途中的崖壁窄路 背大背包的队伍只能绕到 为了留下美景 记录台湾 我们做好面对各种状况的准备 但爱山人还是安全第一 轻松的享受山民为好 这段下切溪谷的山径 比起绕过的崖壁窄路安全性高一些 但距离远路况模仁 向导宁面走这条路 同样是以安全为优先考量 遗憾的是摸黑已经是继承的错误了 终于脱离溪谷了 我们刚从干溪垢一路往下切 切蛮深的 从温度的感觉 就知道海拔已经降比较低了 对 刚刚戴很多帽子衣比较脱掉了 而且我们现在到这边有一个指示牌了 因为来到这边看到这个指标牌以后 就是离山路蛮近的 这边从这边到山路大概在十分钟 十分钟这样 这个指标牌是做什么 当然是要去取水 因为以前这边山路没有水 因为现在有那个取水桶 取水桶 现在水水桶有 以前这样要下去 随着气候的变化 如果夏天的时候 它的水源是比较上面 然后冬天以后 尤其到十二月的时候 更下面了 所以一般如果夏季 是十分钟就可以到达取水的地方 冬天大概可能要三十分钟以上 如果山屋没有水 从这个溪谷下去还是可以取到水 对 前年没切过水 我记得我来这边没有切过水 只是说它的距离会更远 好 那离山屋近了 它心情就越来越好了 对 不过我们真的脱离大坝群峰这边 路况就变得比较不好了 对 明天也是一样 明天又开始过了 这个路是越来越难走了 对大家是越来越大的考验 不过大家都很有经验 相信都能够克服 可以 好 再十分钟 可以 距离山屋只有十分钟不成 我们也避开了危险路段 但接下来是高大浓密的玉山建竹林 庆幸的是摸黑走和白天走差别不大 而且连续几个晴天建竹林干爽 走起来并不恼人 这段路再次证明圣冷不是休闲路线 路况和大坝群峰就是不同 MIT台湾制酝酿了15年 终于踏上此地 穿出建竹林了 看到山屋了 一栋红白相间的山屋 到了 看到霸南山屋了 这山屋很特别 别人 这山屋怎么楼梯那么高 对 从这边爬上去到上面 总共15个阶梯 从这边开始踏到木板 15步就可以到了 不过这山屋看起来 跟一般山屋的形式不太一样 这感觉有点像架高的高脚屋 好像是楼中楼那种感觉 旁边有一间厕所 红白相间的 那今天有山友吗 有四位山友 两只公子两只母子 好 那我们的先前部队都已经到了 所以我们就赶快上去休息了 好 吃饭 好 又是九点 MIT圣人县的列车都是开夜班车 好 那走 那一起 上 到了还要再练一下脚衣 到这边 十四 十五项 到上面就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两只 越来越多 這個 怎麼樣 六 再一個六 水要裝這裡 放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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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拔 不可以 抱歉 幫我一分半 那邊裡面應該有 怎麼可能 這個是 不是 這個是你們的乾杯 天氣真好 和我們同住的幾位山友已經離開 向島放心大聲嚷嚷 乘重計算 分配行李 簡直就是每天清晨的一場高山市集 挑挑撿撿 寒暄喊架 氣氛非常熱鬧 市集的最高潮就是撒花抽籤 看看誰抽中冰箱 得帶隊先行到下個營地埋鍋造飯 誰抽中腳架 得躲在攝影機後頭當攝影助理 先透露一下 今天的攝影助理在鏡頭前一向很有戲 不知為何主動爭取躲到幕後 無論如何 霸南山屋高山市集氣氛熱烈 大夥一大早心情愉快 興致高昂 就連攝影組的指令 大家也搶得喊 五 四 三 二 很大聲 又是一個朗朗晴天的好日子 我們昨天就睡在這森林中的高角屋 這是霸南山屋 它的位置就是在大壩尖山 南庵這邊 算是一個最低庵部 昨天我們去小壩的途中 就可以看到霸南山屋隱約就是露出這個森林 看到紅色的屋頂 那這山屋結構還蠻堅固的 除了是高架以外 上來以後裡面又分上下兩層 所以應該睡個夜時可能沒有問題 蠻舒適的一個山屋 那這是雪霸國家公園所建置的山屋 那其實在聖仁縣沿途都有規劃山屋 如果說照正常的行程 幾乎是可以不用搭帳篷 如果有登記到山屋的話 但是我們拍攝因為很慢 就像今天的行程 就是從霸南山屋 我們要開始沿著這個人線往南走 就會經過巴薩蘭雲山 布秀蘭山 然後過樹密達段 這一段是比較危險的 到樹密達山才會到樹密達山屋 那如果一般行程來走 今天是比較累 比較辛苦的一天 地形上也是比較危險的一天 所以今天要比較小心 那因為我們拍攝的關係 今天要越過樹密達段隋 可能會抹黑 所以我們會看狀況 如果時間來得及可以到山屋 如果來不及的話 也許在途中就會找一個比較 避風安全的地方紮影 因為我們拍攝比較慢 那過那個段隋會危險 那今天天氣這麼好 展望視野應該會很棒 那沿途也可以看到三月的景觀 像武林四秀 大壩雪山都看得到 天氣只要持續地好 今天拍攝收穫應該是非常豐富的 從地圖上看 霸南山屋和大小壩 恰好成為一個三足鼎立之士 但實際到此就會發現 大小壩的山勢雄偉 陡峭的崖壁直逼山屋望之掩然 十五年來我們逮到機會 就會在別的山頭 對著聖能縣指指點點 如今終於有機會 在聖能縣上指點群峰 看看那些我們曾經仰望 甚至攀爬過的山岳 尤其是麥哥剛剛提到的 武林四秀 大約十年前我們爬過幾座 願青山無改 綠水長流 麥哥從山屋裡找出一本留言簿 大夥都極感興趣 有意思的是 我們的向導之前來過 在裏頭留下精彩內容 首度公開 值得期待